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这之前 我们先搞清楚几个常见的问题 根据我国著作全法第212条明确了12种情况 可以不禁授权后付费而使用的情况 比如是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的 或是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的 或是为报道时事新闻等这里 一共有12种情况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一下 我们熟知的微软雅黑字体平方字体能不能用 在微博上 我们发现有一些淘宝卖家晒出了 在使用微软雅黑字体后被追责的事情 事实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经过授权进行商用 是侵权行为就是会被追责 微软雅黑字体的版权 属于方正字库平方字体 属于华康字库 所以未经授权不得使用 凯体之类的能不能使用 部分系统自带字体 比如送体 仿送立书 凯体右援 这些属于通用字体 没有著作权 是可以用来商用的 淘宝上花钱买的字迹能不能用 有的人说 我已经花钱了 总可以用的吧 这里要小心了 花钱买了 不代表获得授权了 至于能不能用 要明确这个字体的版权 方是属于谁的 只有版权方说 可以用才可以用 我们知道 获得一些自己的授权 通常是需要付费 有没有不需花钱 不用授权 就可以商用的字体呢 答案当然是有的 那么接下来 就为大家推荐五款这里的字体 第一款四元字体 其中包括 四元黑体和四元送体 四元字体是Azobe和Google合作开发的开源字体 可以免费商用 同样是可以免费商用的第二款战库 战库是国内设计 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平台 他们把平台优秀的设计师 组织到了一起 集体自发创作出了多款免费商用字体 比如战库高端黑体 战库平台的字体 每一款都是许多优秀的设计师 共同设计完成 战库还把这些字体做成了字体合集 方便大家下载 并且最重要的是 战库声称这些资金 全部开放给社会全网无条件 永久免费商用 第三款旁门正道标题 这款字体是知名设计 联合19位设计师 开发推出的一款字体 永久免费授权使用 设计风格非常清新 总共介绍的免费商用的字体 有以上这些 对于公司以及个体来说 应该是够用了 如果要用到一些付费的字体 记得一定要先获得授权 再使用尊重版权 利人利己